一只蓝宝,一只美国,一只蓝宝 一只蓝宝,一只蓝宝,一只蓝宝 诶,这是谁啊 你怎么一个人呢 姑娘,你怎么回事啊 这是晕倒了吗 姑娘 姑娘,醒醒啊姑娘 大姐,大姐救救我大姐 怎么了姑娘,你慢点说 大姐,你一定要救救我 我被朋友骗到黑床里去了 我刚逃出来 大姐,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你这没吃饭呢姑娘 就是饿晕了 走,我扶你回家 我给你做点饭 走,慢点姑娘 来 亚姐,快睡觉你了 姑娘,我这呢,有200块年 你看我们家的条件 我也没有多 这200块年啊,你拿着,坐个车,赶你啊回家去 别到时候再被人家给干回去了 大姐 你要大言大的 我会挤一辈子的 行了 以后再说吧姑娘 快走吧 我会报答你的大姐 谢谢 行了姑娘 快走吧 谢谢你 没事 我就先走了 走吧姑娘 快走吧 有点姑娘 现在出去打工可得小心点 被人骗到黑场了 多可怜呀 这个臭娘们 是欠钱欠了两三年了 还不缓 罗儿妈 出来 来了 谁呀 你说谁 大哥 怎么着怎么着 这我不说就不知道还钱了是不是 大哥 你再容我一段时间吧 你看我家里啊 确实没钱现在 没钱 没钱 这边还有房子吗 把它卖了 你说说你 就八千块钱 你拖了我几年了 你说当初你老公出车祸去世 没钱下葬 一个村里边的人没一个问你的事的 还是我好心好意 给你拿了钱帮你下葬了 真的好 三年了 这个钱 你到现在你还不还我 大哥 我知道 我记得你的大恩大德 可是 你看我家的条件 你也知道 我上哪弄这么多钱去 行了 你别跟我说这么多 这天这么热 我不想给你扯这些 今天 给你两条路 第一把房子卖了 钱给我 第二 走 咱们一块去地里边 把你老公给刨出来 大哥 怎么能说去地里刨出来呢 我求求你 你就再宽限我一段时间吧 你说这房子卖了 我一个人住哪去啊 你不能让我睡大街上呀 听你的意思 你还不愿意刨大是不是 那行啊 那简单了 你就剩一条路可走了 房子现在归我了 什么时候拿来钱 什么时候这房子还给你 这可不行呀大哥 还有一个 你如果超过三个月 我就把这个房子给你卖了 现在啊 赶紧走吧 不行啊大哥 起来 大哥 这样不行呀 起来 你扫描 几年前是这位大姐救了我 我一直忙于工作 没时间看见她 今天啊有空我来看看她 大哥 你这锁了没 我给住哪呀大哥 大姐 大姐 那怎么回事啊 你 大姐 你还记得我吗 你年前救了我 救了你 哦 对 就是你就是那个姑娘 被人骗的那个是吧 对对 就是我被骗的那个姑娘 大姐 姑娘 你怎么来了 我一直没时间报答你 我今天来看看你 行 这怎么回事啊 你们在吵什么啊 怎么回事 啊 你们俩有关系是吧 那正好 他 几年前他老公去世 没钱下葬 是我借了他八千块钱 这一拖 拖了我三年 你说他老公 回忆现在都花点灰了 他还不会把钱给我 你正好你认了 你把钱给他花了吧 原来是这样啊 大姐 欠他八千是吧 对 姑娘 你干嘛呀姑娘 大姐 刚刚都要不是你救了我 现在说不定我已经 大哥 大哥 这里面有一万 那两千 上这利息 全给你 哎呀 这是姑娘的钱 行了 大姐没事 你今天是交好运了 有这个小妮子替你平事 行 你既然钱还了 这我就没必要在这儿了 这钥匙发给你吧 大姑娘 你说这 我怎么能让你给我还钱呢 没事大姐 当初是你救了我 现在我来报答你来了 大姐 你老公去世了是吗 是啊 几年前啊 一场意外 去世了 姑娘 你现在怎么样呀 大姐 当初多亏了你 回到家之后 我找一份工作 现在 我工作的还不 还不错 现在家里就是你一个人了 大姐 你给我去城里住吧 姑娘 我怎么能跟你去城里呢 你都已经 给我还了一万块钱了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你 哎 等以后啊 我一定把这个钱 还给你姑娘 我现在 怎么可能再跟着 你去城里住呢 大姐 你说什么还不还啊 我这几年没来看你 我一直很愧疚 现在 我有时间来看你了 我来看见你 没想到 就看见这一幕 大姐 没想到你的生活 那么不容易啊 我现在在城里 生活的很好 有房子 也有车 我 从小 就没了父母 要不然这样吧 大姐 我从小就没父母 也没什么亲人 大姐 以后 就是我亲姐 我帮你当成 我亲姐也要对待 姑娘 你能把我当成亲人呀 我都已经很荣幸了 不管怎么说 你今天帮了我大忙 大姐 行了 别说了 就给我去城里 去生活吧 这样吧 姑娘 别在这站着了 先给我回屋去 先喝点水 等会儿再说 那 那行吧 来 走吧 快进 姑娘 快进